异议记者遭暗杀非首例 南欧记者遭谋杀一年仍未破案 距离马尔塔记者加利奇亚暗杀案 已经发生一年多了 在被暗杀之前 加利奇亚白天在马尔塔 Tayson Flair杂志做编辑 但同时他也被称为 该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之一 他揭发了政府官员洗钱 贪腐等其他丑闻 在2008年 他成立了部落格Running Commentary 并常发表他的调查过程 和政治观点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他的部落格点阅率 甚至高过马尔塔全国的 媒体报道阅览率 他的读者们特别喜欢 他的直言不讳 但是也有许多人批评他的行为 而且由于他大胆发表观点和言论 导致在马尔塔树立了一些敌人 在他的调查中 加利奇亚揭发了 巴拿马文件的政治丑闻 并发布了一些政治家的敏感资讯 巴拿马文件 是在2015年泄露的 1100多万份的文件 揭露了全球许多政要名人 可能透过海外银行账户 洗钱的资讯 据报道 在他遭到谋杀之前 加利奇亚天天都会收到电话 信件等各种形式的死亡威胁 报道指出 加利奇亚的家门 在1996年曾遭纵火 而他多年来饲养的宠物狗 也被毒死 2017年的10月17日 据报当天 加利奇亚驾车要与银行高层碰面 他的儿子在听到 他开车出门后没多久 就听到了爆炸声 他的儿子立刻跑出去查看 闻到汽油燃烧的味道 他看到母亲的车 身陷火害 接着便看到母亲的尸块 散落在地上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爆炸目击者指出 当时车子被爆炸的威力 撞到一块墙上 掉进了田里 油箱还燃烧着 警方表示 他们在爆炸区域 发现了一张手机的SIM卡 可能是用来发送 简讯触发炸弹的 据报 炸弹就置于加利奇亚的 座位正下方 事后 有三名男子被指控 是犯下谋杀案的嫌犯 不过 加利奇亚的家人们认为 他们可能只是奉命行事 调查此案的探员表示 嫌犯可能在被捕之前 就已得知将被逮捕 并在遭警方逮捕之前 将手机扔进水中 马尔他政府提供 100万欧元作为奖金 希望有任何掌握 其他消息的人出面 不过对加利奇亚的家人来说 这不过是种手段 他的家人们认为 加利奇亚遭到谋杀 是为了阻止他发声揭露 更多关于马尔他高官的 敏感资讯 别忘了 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